动用400台的摄影机 在台湾1500个云豹出没的地点 以红外线感应拍摄 但是13年来并没有拍到任何一支的云豹 所以团队研判 台湾云豹可能已经绝种 这是动物园里的云豹 从国外进口的模样可爱 而台湾土生土长的云豹 已经看不到了 台湾和美国研究团队翻山越岭 攀爬坍塌后的陡坡峭壁 依照日剧时代 还有卢凯族和台湾族原住民口述的地点 架设了400个红外线感应照相机 在1500个云豹可能出没的地点拍摄 但长达13年 没有任何一支云豹出现在镜头前 认为它应该是已经灭绝 因为就还有的是已经个体了 令人失望的学者认为云豹可能绝机了 台湾云豹属于猫科动物 因为身上有像云一样的斑点而命名 主要猎食 猕猴和水鹿为主 但是谁真的亲眼看过它 就只有原住民留下了这件云豹皮 证实云豹的确存在过 而距离今天最后一次有人看见云豹 是30多年前 根据口述历史 云豹是我们原住民所谓的山神 掌管整个生态平衡 原住民猎人在山林间看到它 只能够退避严禁猎杀 因为人类过度开发受害的还有它 10虎目前不到500只 学者表示10年后也恐怕会灭绝 记者杨宗颖台中报道